你和人生的最后 是不是也就听这个声音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我想说哪天离开的时候 是希望身边亲人儿女朋友 在旁边哭哭啼啼呢 还是不说话呢 还是笑呢 我可能会想一个最酷的方式 让他们记住我 你像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 一个老爷爷在生前 我给自己录了一段语音 就是下葬的时候 突然间他的箱子里面 想起这一段录音 你好 因为他平时就是一个很好玩的人 逗得他身边的亲人都在笑 我觉得这件事可能像我 到我老了最后一天可能想做的事情 是 就是可能想一个酷的事情 尽量模糊那个就是那种痛苦的情绪 对 是 其实有时候 其实离开未必是 不要把它当做一件沉重的事情 因为如果离开那时候 你的最后的那一个印象 会印在你的亲人的脑海里很久 对 那一下是 不能太难受的 不然的话 那你只要回想起一次 你就等于是大上一次 那个是 不行的 因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到这个年纪 我觉得到了咱们 就要 慢慢失去的时候 真的是这样 嗯 因为毕竟我们也经历了一些离别 对 因为 必须要面对了 必须要想方式 方式方法 不然 很难往前走 嗯 很难走出来 是这样的 像你刚才说完 我才觉得这个时候的远然比较放松 也不要顾忌任何人的情绪 嗯 也不用想 乱七八糟的事情 可能此时此刻就是很松弛 对 你需要松弛一点 我现在其实 为什么就是 精病搞 我就觉得 我也总得成家吧 我总得做好 我成家的准备 所以 给未来的家庭多一些基础 嗯 多一些底气吧 对 多一些底气 对底气 其实 还有一点就是 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 积攒一些两个人一起 对抗世界的力量 对 对 对 嗯 嗯 将来又 比如说 有了孩子之后 又多一份责任 对 然后双方的父母也是一份责任 嗯 嗯 所以 你真的跟 栩栩领证的是那一刻的 心情是什么样 能够分享一下 就是 终于可以 光明正大了 告诉他咱去领证吧 嗯 其实跟求婚时候的心情是一样的 是吧 因为之前 我也不好意思 我就觉得我 生活不够好 然后也不想说让一女孩 在我那样的一个状态 下能够把她全权地交给我 对 然后当我这不是生活好起来了吗 咱们的日子也都好起来了 我就说那此时此刻 是时候了 那就是那一刻 就是心里面就有一个词 终于 就是很幸福啊 就是她其实 在不好的这些年 给予我态度了 就心里面一直是亏欠的 觉得一个女孩最好的时间 一直陪着我 就是 能用自己的方式会亏一点吧 就是那种我终于可以 对 把之前的一切把你给偿还 对 我就想的是之前只是说 我能把我最好的 能给的都给你了 现在可能是 你想要的我也能给你了 就这种感觉好开心啊 真的也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个对的人吧 这是人这辈子唯一一次可以选择家人的机会 你这突然有好触动 现在看那外面那道门透过来一点一点光 感觉是要 通向什么光明的大门一样 是 而且远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在这个黑暗的地方待的久了 以后 反而慢慢的清晰了 能够看到一些东西 我能看到你的影子 你能看到吗 我能看到 能吗 能看到 我能看到你 你还能听到外面的欢呼 我能听到 你可以看到我吗 对 就像我们的这个境遇一样 有的时候在黑暗的地方待久了 沉下心来也能看到出路 能够看到光亮 是不是很神奇 神奇 所以其实黑暗也不是那么可怕 是 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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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吧 记个掌 出去吧 自己打开光明的当中 走 哇哦哇 光明 别丢了 歇一会儿了 歇一会儿就可以做饭了 对 隔几个做饭的时候 我去录个东西 后天有个晚会 请个假两小时 然后我录完我就回来了 回来还能赶上大家晚饭 或者吃完晚饭 OK 你录啊 你录你的 没事啊 我先把菜给备好 昨天给大家做的那个高压锅的内容 感觉 没让大家吃好 今天先提前把菜备好 他俩在干啥 你俩干啥呢 刚刚刚从里面出来 刚闭门思过结束 对 然后就是有什么新的感悟 我跟你说 嗯很有意思 干老屋了 干老屋干老 真的吗 嗯 就当你人在黑暗里的时候 你会非常真实 嗯 嗯 就那种感觉 所以你俩在玩真心话啊 没有啊 你们都随意聊 我们在 在那待过十分钟了之后 看清楚了自己 就突然之间就是 不光是看清楚了对面的人 也看清楚了自己 嗯 有时间试一试 那你俩还能成为好兄弟 啊 不可以 因为我觉得 各自的智慧都有一些成长 嗯 嗯 有没有发现发现了 嗨 这下没有这下不太写 是不是不是我的问题对吧 发现了吧 其实不是我的问题 他总说是我的问题 对不对你看你看他别 就这种东西 嗯太吓人 你都什么毛病 哈哈哈 哎 哎 哎 咱咱咱 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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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传递一样 嗯 加速加速 对三二钢 没事吧 哎 对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 哎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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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